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大家好 我是工商时报的陈碧芬 美国总统大选打得火热 美国联总会启动降息 对我们先前布局的美元 美债跟美股面对新的试炼 今天节目邀请来宾 Zada银行财富管理投资策略部主管刘家豪 要来帮我们解这一题 我们欢迎Alan 毕芬好 市场观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Alan第一题我们真的速速就来请教 就是联准会降了两码 这个九月时候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数据 可能接下来还要继续降 而且还是也降很多 那这样子真的市场有吓了一跳 因为降息代表经济不行 那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我们看起来 其实美股没有很弱 可是当然美元有一点弱 美股还创得新高了 那到底怎么样去了解 我觉得在会议公布之前 市场在猜测说 如果联准会在九月份降息的幅度太大的话 是不是向市场释放个讯号 是经济真的不行 可是我觉得联准会至少在九月份的时候 向市场指上三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什么 第一个讯息是联准会还是认定 现在美国经济是呈现一个软逐路的情况 他把包括了今年明年跟后年 也是到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 还是定在两个percent 两个percent是美国经济成长的长期均值 是表示说对于经济的看法来讲 他并没有太多的一个下修 维持一个经济是温和扩张的一个情况 但是同时间他也看到说 通膨现在在下降 所有投资人最关心的就业的问题 失业率是有在上升的情况 所以他很快的去应对对于市场 对于就业市场的担忧 所以在第一次启动降息的时候 向市场做了一个宣示 就是释放了第二个讯号是 重新拿回联准会主导市场氛围的主导权 这很重要 对一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觉得说 联准会是不是有点落后了 三月份的时候说今年要降息三码 然后六月份的时候 变成是降息一码 只有才过了三个月 九月份的时候就居然就说 我们到年底之前要降息四码 然后同时九月份我就先降两码 其实市场的确一开始的时候 有点恐慌 可是事实上你会发现说 联准会一开始在这次会议之前 其实他的一个行动 是有点落后市场的 那感觉是你本来应该是要 引导市场的这个预期 你怎么会落后市场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释放的 第一个讯号就是 重新拿回政策的主导权 那再来的话就是 也像市场释放的第三个讯号是 接下来的一个降息 应该是一个缓降息的一个状况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升息有点是有点太慢 那个时候大家说有点太慢 对 所以导致后来被迫是暴力升息 每次的两码三码升息的时候 那个时候对于金融市场来讲的话 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动荡 可是其实目前以目前的美国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连准会把在这么高的这个利率环境 开始启动降息的过程当中 他当然会适度的去衡量说 现在的通膨的情况已经开始看到 通膨适度的一个持续放缓 这个趋势已经成形 除此之外呢 其实就业市场是他担心的 可是整体的经济的情势 也没有恶化到说 我必须要很急迫的连续大幅降息 那所以呢 事实上连准会主席报告 10月1号的时候 他这个像市场公开谈话的时候 也再一次的释放一个讯号 就是年底之前 大家我们都知道说 还有两次的连准会的利率会议 对 11月12月还有两次 其实本来市场还预期说 会不会有可能 还有连续大幅降息的可能性 可是在他谈话的过程当中 他一个表述是 现在经济既然是软着陆的预期的话 那接下来政策的路径 就是个缓降息的过程 那所以也许是每次降息 各一码的这样子的情境 几率是比较高的 对啊 其实我们那时候 我们在新闻在讨论上的时候 也常常说 这到底是降息循环还是降息 其实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不要纠结 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就是 Ellen说的 他就是一个缓降息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他一码或是两码 其实就是差个0.25% 所以这样的情形 也没有说要告诉市场说 我觉得你很恐怖的经济的衰退 或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 应该是说美国经济 就是回复到一个 一个长期均等的一个概念上 那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美股会创新高 可能有资金的问题是好的 可是美元就很弱 这个部分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在这一次的 这个会议的结果出来以后 对我觉得市场 特别是金融市场 有几个表现有没有 让大家开始有点琢磨 比如说降息两码 大家原先担心的是经济衰退 可是股市为什么在这段时间 持续的走高 创下新高 包括S&P500指数创下新高 包括了道琼指数创下新高 包括了在第三季表现疲软的 科技的股 事实上也看到一些回升的一个迹象 这是在美股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在债券市场的部分 大家已经知道说 降息的环境 本来债券的利率有没有 利率下行 价格本来就在上涨 所以这个是符合市场原先的预期 那只是没有想到说 会来得这么快 幸福来得太突然 这个价格突然间上涨了 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已经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债券的投资人 已经开始看到说 这个价差 这个价格已经涨上来了 已经感受到说 这个的确就是我们进入 降息的环境的时候 债券的资产类别 应该有了表现 这个事情提到的 但是我觉得 可以特别 highlight一下的是 美元的一个情况 美元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我就帮我们的这个 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个 我们对于美元的看法 实际上可以很多图表的看 就是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大家可能熟知的 叫做美元的微效曲线的理论 当所谓的微效曲线就是 当美元在走强的时候 等于事实上 我们在微效曲线的两段 在两段都是美元走强的一个情境 对 在美元走强的情境之下的话 过去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以前的 过去也许超过一年多以上的时间 美元都是一直独秀的一个情况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于说 那个时候 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的 事实上不太好 就只有美元一直独秀 就只有美元一直独秀的时候 那所以那个时候美元强 可是这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说 美国在准备要 大家开始持续讨论降息的过程当中 美元事实上开始回落 那美元开始回落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说 美元的微效曲线 它事实上往它的一个左端 往底部正在走的一个情况 那通常我们看到说 美元的一个走势 开始走弱的时候 有一个情况 有一个情况是什么 有一个情况是 当然全球的一个经济 同步成长 我们所谓的同步成长是 他们的步伐是比较一致 你也可以说它是同步的衰退 或是同步的疲弱 但是毕竟是 当美国跟美国以外这些地区 他们的一个经济 呈现比较同步化的情况的话 美元就会开始有些放缓的迹象 倒不是说因为美国进入了衰退 因为如果美国或是全球 真的是进入一个衰退的情况的话 你会看到美元在路走强 这就是无效曲线 当全球的一个同步步入衰退的时候 美元的一个价格的走势 有可能上来 因为避险的需求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从美元 现在价格的走势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现在市场的一个 对于整个景气 全球景气的预期 是认为说 现在并不是一个衰退的一个情境 反而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经济 成长动能 进入一个比较同步的一个情况 包括说美国的经济 可能比去年稍微放缓一点 然后其他国家的经济动能 又比过去稍微强劲一点 现在的大家的经济动能来讲的话 或是政策的 货币政策来讲的话 这个已经开始 比较同步化的情况 就会使得美元呈现一个 比较放软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说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美元放软 对整体的金融环境 并不是一个太悲观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然后我们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是 因为我们都会相对台币 我们就看到台币 9月升了八角 就是相对美元 然后我们就觉得 为什么到底是外资会入 所以台币很强 其实应该是Alan说的 因为所有货币都在 相对美元的上升 然后美元在弱 那这是因为Alan讲的 这个我们真的要记得 就是当世界比较危险的时候 大家就会抢美元 因为有避险的功能 美元一直独休 美元独抢的时候去美元 那如果真的全世界的范围里面 都有衰退的风险的时候 也是到美元去避险 那除了数字之外 在这两个极端的情况之外 那美元的走弱 可能另外一个代表的是 那可能或许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国家的一个经济的动能 也没有像过去想象的这么差 OK 所以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美元跟美元指数 其实我们很多听众还是不懂 因为指数本身 应该是包含八个货币 这个美元指数里面 包含了比较多的一个货币 那主要的货币 你看我们像在欧元的部分的占比 就超过了五成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讲说 美元的一个替代货币 对不对 像是欧元 英镑 日元 这些主要的货币在内 然后它形成了一个指数 来代表说美元 相对于其他国际主要的交易的货币 它变动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们可能 国人在投资的时候 讲的都是我们新台币 对美元的那个数字 对不对 可是国际上 我们在统成一个美元的时候 因为汇率是美元对每一个国家 单独的一个汇率 那可是要怎么样做一个统称呢 要做统称 我们就会利用美元指数 来代表说美元对于主要汇率 它到底是涨 是跌 那以我们现阶段来看的话 美元指数从今年年初到目前为止 可能越来越接近 要测试100点这个整数的关卡 那表示说它是在一个 缓步下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好 那Alan 那你刚刚有提到其中还有日元 那我们知道日本 因为最近也是政治的新的形式 可是它并没有 它释放就是新的 新的像 手向释放的好像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让这个太快的升息 然后我们也看到日元 其实就原来我们以为 它已经冲到140对一美元 可是最近就是144 143 所以这个部分 它其实跟我们刚刚在讨论 美元强弱 或者大家同步成长 或同步衰退的时候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觉得日本的一个日本的货币政策 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的是 所有国家都在降息的时候 那日本是反其道德行 还是在升息的一个状况 那主要的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日本长期就处于一个超低利率的环境 它现在进入一个准备要叫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稍微一点不一样的 那大家事实上也在这段时间要没有 特别是从这个7月8月到目前为止感受到说 日元好像很明显的走升 一度从162 162 对一美元 然后现在一度是触及到了140 所以短短的时间 几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涨了20块钱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就发现说好像日元已经扭转的过去贬值的一个趋势 的确我们认为 如果从不管是日本现在这个经济的一个情况 那或者是从美日利差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日元都有缓步重新走升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们大家打财富管理是认为说 以未来三个月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日元的一个走势很有可能 多数的时间 目前可能都落在140块钱 对一美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 那当然预期未来12个月 就是到了也许明年年中间以后 那有机会去测试135块钱 对一美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货币长期的一个价格来讲 我们预料是一个呈现一个 环步走升的一个情况 了解 那我们刚刚有讲嘛 美元美债美股 我们先讲债好了 因为Alan有提到这个 其实它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变动嘛 那因为这也是降息 大家当时期待很久的 因为它就是希望它的价 它可以殖利率变动 就会影响价格 债券的价格 那其实可是我们不太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个3.7 跟之前还没降的时候 大家觉得4.1 这种关卡它的差别 就是你们业内在看的时候 跟我们投资人怎么样去理解 对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讲的联准会的基准利率 有没有 因为基准利率定了以后 对它降息了以后 它那个利率是不会动的 比如说之前利率 就一直为在5.5% 现在降两码以后 利率大概都是在5% 附近的区间 可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提到的 比如说10年期的公债值利率 两年期的公债值利率 它会因为市场的预期 预期做反应 比如说两年期 它可能很紧贴着联准会的政策的目标 对不对 然后但是大家会想说 那你两年以后 你的那个利率水准会落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今年年底之前 降息一个百分点 2025年降息两个百分点 也是一个百分点 所以到了明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市场的基准利率 事实上就应该 预期应该是降了两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 那你看最高的时候是5.5 降了两个百分点 那事实上是应该来到3.5 是应该来到3.5 那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说 两年期的公债值利率 现在目前成交的价格 就已经很贴近3.5 这符合市场的预期 那再来的话 就是那10年期公债值利率 就是假设如果持有到到期 从今天持有到期的话 那10年期这个债券 它每一年到底要给我多少的利息 来补偿我 那所以现在大概的价格是3.75 3.75 就反映的是市场投资人认为说 假设从现在往未来10年看 那个时候的利率 或许是在3.75 那当然这些利率会受到 不管是市场对于景气预期的影响 如果景气比较差的话 对不对 大家持有债券 是用价格 用价格来投票 来把这个利率压下来 把价格推升上去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观察说 在利率在整个基准利率 走低的过程当中 其实市场这些成交的 债券价格成交的这个利率 也会往下走 因为我们就要知道 你买债券就是希望 第一个最好一个 比较好的高利率 高吸收 高吸收 以往那个利率高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短天期存款 可能都5个percent以上的 锁定一个利率 就是锁利了 锁定一个利率 那可是现在呢 你往未来看的话 接下来如果 譬如说我的存款到期 短天期的债券到期的话 我要再重新投资的时候 利率开始往下走 利率是越来越低 这要再投资风险 因为你的利率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有一些人会愿意去 这个时候 那居然短天期很容易到 很快到期 我就锁定一个长天期的债券 所以长天期债券来讲的话 它反映是未来的一个 利率情况 也会同步的被 利率走低 价格涨上来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因为就是大家就会觉得 我还是用一点点长天期 用长一点的天期 来去补这个利率 可能我买短天期 我已经必须要获利了结 我没有办法再买到新的 这么高的殖利率 所以我应该要 做一点长一点 所以它的价格就会上来了 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投资人 现在开始可以 就是就连债券的投资人 也稍微的积极了一点 就是除了锁定高利率之外 我还希望能够看到价差 就是所谓的资本利的 然后所以大家可能是 有在做投资 或是对债券有一点点概念的话 就会知道说 如果我投资稍微长天期 一点债券 当它在降息的过程当中 它的利率比较敏感 利率走低的时候 它价格可能会涨得比较快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所以这段时间来讲的话 大家除了关注所谓 短天期的利率 锁定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价格 那个利息之外 也开始看到我们尤其客人 部分的调整 它的一个债券里面的配置 以往增加了一些 比较长天期点的券种 然后当然作业的 就是说除了票息之外 我还可以预期说 潜在的资本利点 就是潜在的价差的空间 或许会比较大 这是一个总报酬的概念 对啊 其实像我们 去年7月就开始说要降息 可是都没降 所以我们还谈了蛮多次 跟债券有关 那其实我们听众很想知道说 不管是不是什么时候降息 而且他们除了这个 去猜什么时候降息 这个我们永远猜不过联准会 可是大家还是会问说 那我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 才是对的 这个就是Alan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答案了 我们谈的也许有一年多的 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观点 那大家可能会讲说 时时不降息 然后有点投资 有点沉闷的在等待 但是如果现在还没有 只有再债券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会让我非常的意外 会让我非常的意外 因为如果你是保守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那你过往应该在利率很高的时候 就已经锁定一个高的利率 然后长期来看的话 你除了吸收之外 当总是会进入降息的过程 总是开始进入降息的时候 你开始还有资本利得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等待 你可以等待 那除此之外呢 现在就算你是一个比较机会型的 或是投机型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也应该要布局一些债券 因为你会发现说 当之前在升息的时候 债券的是价格在下跌 可是现在是价格在上涨 所以也许还是有些比较积极投资人 他也对债券有兴趣 就是因为着眼于说 现在才刚开始启动降息 未来年底之前年准会降息 年准会暗示了明年要降息 后年要降息 事实上还是一个降息的初步的阶段而已 所以布局债券来讲话 对于即便是比较积极的投资人 都可能还有一些资本利得的 这个价差的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或是一些空间 可以增加我们在整体投资组合里面的总报酬 了解 所以我们刚刚又讲了美股美债 然后其实不管美元 这三个资产都还是最后遇到 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我们现在真的是有点头痛 因为看起来就是难分难解 因为我们看到贺锦丁他有多政策 其实是延续我们原来拜登看到 拜登总统做的 那现在这个川普他还是继续疯狂 所以就是他提了很多 我们看了就觉得一直摇头的 所以市场到底对于这样的情形 因为我认为 就是不知道Alan要不要跟我纠正 像选举的结果 其实对股市会比较有影响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们现在担心的美股 因为他在降息之后又创新高 然后又有一个这么大的 这个卫报弹选举的结果 那我们怎么去思考呢 我觉得经过了8月份 8月初的股灾 9月份也出现了一个修正之后 我觉得市场已经有调整他的一个脚步 不管是从筹码面或是从技术面 都已经有经过了一个 对于今年上半年涨了一整年的 评价面的一个修正 那9月份联准会启动降息之后 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或是一个不确定性消失以后 很快的大家就转向说 那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一波的涨势 我们看到嘛 对美股创新高 连债券的价格都涨上来了 那虽然美元回落 但是重点关注的是 美国的大选会不会对于 现阶段这些趋势 会出现一个转折扭转或是调整 那我们想法是这样子 其实事实上 无论现在看起来 民调还是比较接近五五波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在总统大选或是国会 谁数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 真的非常底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可是我们在分析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其实从几个角度来切入 第一个 如果是川普当选的情境的话 如果是川普当选的情境的话 那事实上大家对于说川普一直强调的 减税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的确对资本市场是相对是有利的 那但是如果是贺锦丽的当选的一个情境来讲的话 大家认为说 那政策的延续性 可预测性又很高 这个对于金融市场来讲的话 也不会有一些过渡期 拨动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金融市场目前在解读的时候 无论是哪个情境 好像都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偏多的解读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的确过去 如果是川普的这个情境的时候 大家会担心的一些状况 包括了说 有没有可能看到的美中贸易的冲突 再进一步的一个升高 可是我们必须要提到的背景环境是什么 背景环境是美中贸易冲突 从川普来治愈到现在拜登 以至于未来可能贺锦丽现在的政见 也没有平息过 也没有平息过 所以市场已经消化了这个过程 再来的话你说 如果川普这些政策 或是政见 会让市场觉得担忧恐慌 我觉得市场 金融市场来讲的话 不会被同样的议题吓到第二次 因为川普事实上的确 在之前执政的时候 不管是贸易的一个冲突 或是他提出了一些政见 让市场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让市场感受到一些震荡 可是现在他的一个政见 并没有超出现在投资人想象的范围 所以即便是川普有可能当选的情境 我们认为说对于整体的这个 对于行业别或是对于股市 乃至于金融市场来讲的话 冲击是相对短暂的 可能会有 但是是一个比较短暂的一个情况 那反而是我们会聚焦说 其实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 选举过后重新回到经济的基本面的时候 背景因素更重要 现在是连准会看到经济软着陆 而且是在降息的环境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对于说 美国大选会不会长期的干扰 不管是股在市 或是金融资产投资的表现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说相对它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影响性 会随着未来选举结果的一个落幕来讲的话 或许不同的公司行业别 会有政策的一个冲击 但是整体的大环境 我们认为相对的影响不是那么的那么大 那如果讲到公司的话 在Alan你有帮我们准备一个图表 因为其实公司在台股 这不是台股 在美股里面的那个情况 其实是我们也是最近看到 他们要公布财报 所以真的很高兴看到Alan 帮我们准备这个资料 就是说好 真的不管去那个大选是怎么回事 怎么封了 总之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还是投资股市的标的 这个好公司 所以我们怎么准备这个接下来的情况 我觉得很多投资人 他们的想法应该是放在说 那既然股市是一个经济的橱窗 股市创新高是反映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利多的情况 已经反映在目前的股价当中了 那的确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说 以我们的预估 对于S&P500指数 今年的EPS的成长预估 大概是9.9% 已经反映在目前的价格当中了 那当然现在从这个礼拜开始 大焦点可能也部分会转到说 美国要开始公布它第三季的企业财报 如果从这个地方来看 从这个地方的预估来看的话 我们参考的是 这个伦敦政策交易所集团 他所公布的美股的这个盈余的预估 你可以看到说第三季 其实市场预期说 你的盈余成长动能是5.7 事实上也比今年第一季第二季来的低一点 那当然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也反映在说 第三季的时候市场在修正的一个情况 其实已经反映过去了 而且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低基期 低标杆 所以事实上期望只很低 由于预期的几率又开始提高 更何况是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要进入 通常美股所谓的第四季的 旺季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发展 那再来的话就是 那如果这个股市创新高 那反映的或许是已经着远于2025年 也就是明年的企业盈余的成长 现在目前市场包括我们在预估 明年S&P500指数 企业盈余成长也许是高达15% 事实上就是事实上就比今年 也许接近10%还更高了 所以企业的获利事实上是做得更好 如果每一季单独每一季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接下来的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往未来的五个季度六个季度来看的话 或许每股的企业盈余的成长 都是有双位数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酬的表现 所以如果从企业的获利的预估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你会发现说 那这就是一个基本面 我们大家都担心的经济衰退的疑虑 股价面偏高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企业的获利能够稳定的 在这个联准会 适度的开始进入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降息 宽松的一个环境之下的话 有助于进一步的 让这个企业的获利改善 那反倒是 你可以想象的是 现在我们在整个景气循环 还是在半山腰往山顶的方向走 并不是出现转折 准备要向下降衰退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从这个企业获利角度来看的话 投资人在至少在现阶段 也不需要太过担心说 好像股市涨多了 然后或者是连准会降息的幅度大了 就表示说经济马上 就要面临一个衰退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觉得是 因为毕竟股市的钱 金融市场的钱都是聪明的钱 这个在对于这些 未来前景的一个把握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面向 我觉得可以对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个参考 谢谢Alan 事实上曾来Alan跟我们说的很有 真的一针见血 就是这个股市里面的钱 金融市场的钱都是聪明的钱 然后我们的听众也都是聪明的听众 你都希望这个一块钱能够 至少明年看到一块半吧 我们觉得这样 都是看到获利 对 大家都是看到获利 那如果我们像我们今天谈的是 每股美元每债 那我们如果大家听众觉得说 有些东西都没有听到 那没有问题 我们工商时报财经网 这个随时每天都有及时新闻 而且我们的新闻 非常的分析的仔细 那听众如果很有兴趣 多了解 也应该固定养成习惯 来看我们的新闻 那我们更欢迎大家能够到渣打银行 真的这一次要再次的强调 大家不要随便听网路上的 那一家群组 就只有为什么我们都节目一定邀请 真的是机构里面的基金经理人 跟我们的投资家 像我们Allen是渣打的投资长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用一个正式 而且理解市场上到底发生什么事 用一个市场观测的角度 来看我们整个资产配置的情况 对不对 也希望各位听众持续锁定 市场观测站的我们这些内容 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 来宾渣打银行 财富管理投资策略部主管 刘家豪Allen 来上我们的节目 市场观测站Podcast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我们Allen我们一起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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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